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2月4日 星期日 在旁晚 舉行的一場表演賽 就是國際邁阿密 對於港獨隊 因為沒有香港 沒有中國香港 那就是港獨 這對港獨隊 結果不負眾望 4比1大敗給國際邁阿密 不過比數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香港人 或是全世界萬眾期待的球王美斯 以及另一個哨牙仔蘇亞雷斯 是沒有下場踢球的 一分鐘也沒有 兩個人 坐在後備席 這件事 可以說香港人又被人 找一次笨 其實在事前 已經有黃牛 說炒洞飛 表演賽早在兩三天前 最貴的是4880元一張票 結果那些黃牛炒洞了 因為當時的門票 是由880元一張最便宜的開始賣 賣到最貴的是4880元 之後有人 在網上發售 一度就把那些價錢炒了幾倍 不過臨近表演賽來臨 網上平台開始就出現跳樓貨了 在旋轉拍賣網 原價4880元一張門票 有人半價值出就放兩張 也有人以接近半價的5000元放售兩張門票 標榜當日會陪同交收驗票 糟糕了 有人輸到糟糕了 當然 也有人說這些究竟是不是真的 可能是假的 因為 有些是 騙徒 可能是騙人也未定的 可能真的是老千 好了 我們想說一下這次這個穩困的情況是很嚴重的 為甚麼呢 除了給幾千元一張票 看不到美斯落場踢兩腳球之外 我也覺得 香港球迷 也算很理智的 因為 沒有人衝下去 現場當然有嚇爆了 首先 嚇逼下 就覺得這傢伙 你死老千 真是騙我們 根本整場都是一個老千局 為甚麼呢 因為除了門票股貴之外 裡面的KFC 賣一個炸雞餐 竟然要150元 基本上跟搶是沒有分別 一杯啤酒賣95 完完全全就當這些消費者 當香港市民是韭菜 任意在割 終於都找到一次機會來撅上你們了 結果 你沒辦法餓 你也會吃的 市民被找笨 球迷被找笨 個個都大喊回水 為甚麼呢 因為 在商圖的案件 就在上個星期發生 上個星期 有斯朗拿道 加盟的一個沙特球會 阿拉伯還是利雅德勝利 利雅德勝利隊 去到深圳踢場表演賽 結果斯朗 拒絕 不出席 斯朗很有性格 大家都知道 因為 他完完全全 不把這些贊助雙方的眼內 根本他也不是志在錢 不過當然 沙特阿拉伯踢球界是錢 因為有很高很高的收入 但是 這些表演賽 基本上他可以出席 結果他拒絕 原因就是因為他原來 在踢球之前 就被主辦單位叫了一場吃飯 誰知道 誰都捉著他打卡 令到他很不滿 所以翌日 就拒絕下去踢球 結果 主辦單位 全數退款 大家記得 主辦單位是全數退款 如果香港這件事不退錢 是不是就是賺笨賊呢 沒錯 是賺笨賊的 香港人 真的又一次 成為這個水魚 香港也可以 沒有了金融中心 沒有了航運民流中心 不要緊 我們可以爭取一個 國際水魚中心來做 是不是 叫全世界的這些老千詐騙分子過來找香港人笨賊 因為我們香港人 人蠢 錢多 走不掉 是不是這個意思 可能是啦 我也不想這麼說 畢竟 這些虎主也不少 這次是不是在大球場 很多人成為虎主 我看到報道就說有人 提早離場 看到美斯也不下場踢球 根據網友的提供資料 他說 美斯完完全全就沒有在後備名單 根本就不預計他出場 你連球隊的名單後面也沒有 他只是跟著來 在香港告訴大家 你可以去 拍照 其實就是事先去拍照 事後 也沒有 美斯 其實連 下去踢一場球也不屑 究竟是甚麼原因 我們另外找一節分析給大家聽 這節 是真的主要集中說這個 穩定的問題 香港人 實際上是很溫和的 在場的人已經大喊回水 迫涵你的死老千 騙香港人 畢竟是你的支持者 香港 要搞國際城市之都 這次成功得不得了 這次 又衝上國際熱手 全世界都看到香港怎麼被人找笨賊 你們的官員沒有夾過嗎 沒有理由的 因為大家知道 大家最重要 是會覺得要公平 斯朗 在上星期在深圳那場表演賽 也沒有下場踢球 斯朗當時是 其實他在除隊名單裏面 他應該是下場踢球的 原因是因為他覺得被騙 被騙了來中國 你們這些人在輪流打卡 找了過千個一百位的網紅 去輪流打卡 他成為了人欲報警版之餘 他感覺到很憤怒 所以他拒絕落場踢球 而沙特當然是不敢得罪他 因為你是大哥大來的 你決定吧 主辦方 也都 信英文情 因為有球迷衝擊 深圳的球迷 就會衝擊當時斯朗住的酒店 要包圍主辦方 要主辦方回水 香港人 你們如果是有良知的 你們是有血性的 你們是有尊嚴的 你們就要包圍這個 捉腫 把捉腫的背軍旗捉出來 我認為這是一個港獨份子 這個是潛伏在我們香港的特務 一定要把他捉出來 把他就地蒸發 要他道歉 如果不道歉 大家就 要他 不能回家 罰他 在大球場罰他 在大球場罰他 掛牌 我以後也不敢了 我們其實看到 很多國際性事 現在也是特意來找香港笨 最重要是做人 不要被人找笨 找笨得來 起碼要拿些面子 這次 又沒有面子 又沒有錢 錢就被人騙了 被迫涵這條老千騙了 是不是 是不是老千呢 我們下一節 我們跟大家分析 未必是老千的 香港政府就真的沒有面子 我覺得 香港成為國際水域中心 是當之無愧的 四千多元買一張球票 竟然 美斯下去一腳也不踢球 一分鐘也沒有 你下去踢幾分鐘啊 交代一下 表演賽有練球的 原來美斯練球的時候有碰一下球 但是 最大的問題是他不在名單 不在球員名單 他是帶隊而已 好像來香港旅遊 我來光臨 大駕光臨 你們的寒蝦 你們就 懂得招呼人吧 這次實際上 責任在香港政府 是你政府無能 為甚麼這樣的情況 你不事先溝通了 不是啦 你要上場踢球的 主板單位也是十分之有問題 他有做事先的活動 招呼一下球迷 我看到Jam 有找美斯簽名 也看到 梁朝偉 劉嘉玲 跟碧涵兩夫妻拍照 我看到花邊新聞的 問題就是 人們是想看美斯嘛 是不是啦 球王的風采嘛 即時有網民就說 第一 你要匯水 第二 特區政府成功阻止美斯入球 沒有辦法數到我們香港隊 香港隊的問題也很嚴重 昨天說了 根本就是一隊港獨隊 因為沒有中國香港 這場球賽就不應該進行 如果昨天 香港政府果斷的腰斬這場賽事 原因就是 香港隊沒有打中國這兩個字 那你是不是真的等於港獨呢 所以我認為美斯也可能有個想法 我沒有理由要承傳你港獨的嘛 是不是啦 你不怪得他的嘛 碧涵也一樣啦 你也經常說嘛 香港最重要的是中國嘛 有中國香港才行嘛 人家看到的新聞 電競也取消了 這件事 我還是不要搞啦 下場踢是最穩陣的 是不是這樣呢 大家真的brainstorm一下 我呢 我怕我自己想漏了 現在最大的問題 我覺得 要解決那個回水問題 深圳 存額退款給球迷 那麼香港球迷是不是要求要退回呢 要回水呢 你收了錢 你如果不回水 你怎麼能夠交代呢 我說 老實說 我覺得香港市民一定要集體去甚麼的 去控訴這件事 甚至乎機場包圍 不要讓球隊離開香港 總之你們要搞定他為止 不然就不要離開香港 是不是這樣說呀 我覺得 這些公然穩困的行為是不可以的 香港人 即使是水而已 你不要 欺負到這樣啊 讓你剃眼眉也算了 你不要連狗毛也剃掉人家的嘛 所以 回水是一定要的 我們也希望香港球迷 懂得爭氣 要爭取你們應有的權益 要求回水 包圍足種是第一件事 第二 起碼到時候要包圍機場 所有人都去機場那裏 別讓他們離開 如果不是 香港人以後還要做免費嗎 每個人都就來找你的狠貓 今天我們先說到這裏 我們另外會說一節用政治角度去分析一下這次美思為甚麼不下場 硬涵是否真的成為老千呢 這次時間暫時 Collaborate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露報曲 亦有下節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趣旷空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欣賞廣告 好 長球賽的結果是4比1 港獨隊大敗給這個武美斯 和這個瘦牙仔蘇阿雷斯 的國際賣物 好了 這節先說到這裏 拜拜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國下 PIA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總共有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rkshark的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叫Sharkshark的VPN 寸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亦是十分之快的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 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 水瀏覽 ブiuTV 瀏覽